军事基地或是公家机关这围墙上都架设蛇龙防止入侵 不过在新北市西科站外头社区分隔住家还有停车场的围墙上也是架起了蛇龙 这围墙高度大概只有90公分 不要说大人 就连幼稚园大班小朋友如果靠得太近可能都会被割伤 而市府会看之后确认这是违建 违反了公共安全以及交通 要求地主要限期拆除 蛇龙上尖锐的刀片看起来好吓人 原本用意是要防小人 但这座围墙上的蛇龙一个不小心可能伤到路人 西科站外分隔社区还有停车场的围墙上头大概起了蛇龙 但这个高度能跟成人的脸部差不多高 很多人走到这就生怕一个不小心会被割伤 蛇龙位置有多低路过经过行人都要刻意闪一下 拿出卷尺实际测量围墙在停车场这一面 因为地势较高 围墙只有高度90公分 上头就大概一圈又一圈的蛇龙 为什么会割到 就会受伤 因为刚好这个高度啊 你觉得小片的高度一走过去不小心就会割到 对啊 你觉得它这个高度大概多少小片就可能会割到 像我们这个大班就中奖啦 你觉得大班就会割到 对啊大班就中奖啦你看 它连靠近都不敢靠近 那太假啦 嗯 天哪更高 嗯 天哪也变不去啦 你看起来有危险吗 有危险 民众反映蛇龙位置真的太低了 新北市府到场会开赫然发现 围墙蛇龙是个大伪剑 我们会给这个地主一个自拆的时间 如果他没有拆的话那我们就会把它去做 拆除这个动作 新北市府表示围墙属于建筑法中的杂项 搭建都需要申请建造 规范不得违反公共交通安全卫生以及市容观瞻 围墙私自建设蛇龙已经违法了 市府要求限期处理改善 福将派出了拆除大队通通拆光光 记者陈嘉明 阿公有麦少子洋 新北市报道